CP7托盘生产方案 CP7托盘是CP托盘系列中最复杂、加工难度最大的一种托盘。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机械化生产解决方案。 第一步 美式托盘打钉机A 把第一层和第二层板按顺序放在美式打钉机A的正确的位置上。 打钉机自动打钉。 一个工人可以处理这一步的简单工作。 背面弯定处理。 然后托盘面板自动传输到马朵机上。 第二步 欧式托盘打钉机 把九个吨子和第四层第五层板按顺序放在欧式托盘打钉机的正确的位置上。 » косbee断绿 两个鳗 白瓶 斲 三 三 打钉机自动打钉 一个工人可以处理这一步的简单工作 长钉和短钉都在这一步中用于定物吨和面板 然后托盘底板被传送到自动堆朵机 第三步 美式托盘打钉机壁 先放定好的底板 再放定好的面板 在美式托盘定机壁上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感谢观看 第四步 自动切脚机 在切脚机上切掉托盘的四个角 第五步 自动转脚机 生产线旋转90度到另一个方向 第六步 自动烫饮机 使用托盘公司的定制logo 名称或认证为托盘打上烙印 第七步 自动麻朵机 成品托盘自动麻朵到一起 第八步 托盘自动储料平台 成品托盘自动存放在链板储料输送机上 第七步